欸?對手替換? 蛤?換哪一隻? 奧洛奇亞喔 嗯...好沒關係我們有替身 替身他如果想要放電磁波就會完全無效 所以他應該急劇化吧 急劇化飛衝一次速度會快過我們 然後再大底 這樣子他急劇化我想要 巨獸斬把他收掉吧 沒有急劇化 所以是...吹飛囉 吹飛連同我們的替身一起吹走 嗯...有多靈在完全打不通 嗯...他用哪一招 欸?替身 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 而且血量沒有過半 血量沒有過半他只要自我再生 就可以發動那個多重靈片 然後巨獸斬 可是我們巨獸斬只有八次欸 這是...蒼翔的硬傷 喔唷 遇到這個超討厭的洛奇亞欸 他就只要一直這樣子玩弄我們 那我們的巨獸斬就會被他拖完欸 喔...煩死了 替身消失自我再生吧 喔...我不想玩了啦 不要一直發動多靈就好了 不急劇化那...瘋狂福特打打看吧 因為瘋狂福特對手不急劇化 會比較痛一點 咚...好吧 哈哈...有多靈在還是受不掉 呃...不要這樣子啊 不給遊戲體驗欸 他這個替身過半血 吃生的東西能補回來嗎 只要沒有...超過一半 欸...沒有超過一半所以他補不回來 那多靈就沒辦法發動 可是他還有替身啊 光靠...吃生的東西 他的血量又可以補回來 又可以補滿了嘛 那他的多靈又可以繼續發動 啊...這種真的好煩喔 繼續受斬八次 而且我們又沒有學劍舞 有學劍舞的話 說不定還有機會 然後...自我再生 寫...喔...直接拉滿 好啦...投降 沒錯...被虐過之後 我也要來玩這個害惡的洛奇亞 配招的話大家應該都知道了 就是自我再生 替身電磁波跟吹飛 完全沒有攻擊自己的洛奇亞 基礎點數的話是練HB 然後...剩餘補速度 所以50等的速度限是... 132 那...因為我們有學電磁波 可以讓對手的速度減半 所以變相的也等於說 我們的速度會乘於兩倍 好那話不多說 我們就趕快開始吧 這場的話一樣... 土地於...奈克洛茲嘛 那我們一樣選擇7點的蒂雅魯卡吧 搭配選一隻洛奇亞 幾句話要選蓋歐卡嘛 他有可能會拍那個出水的 波多凱尼恩 還是歪鳥 好啦 歪鳥應該比較好用 那就這一隻吧 這邊對手先... 喔...馬夏多 馬夏多先出來喔 那蒂雅魯卡也不用怕喔 反正我們這隻有帶蓮撲果 格鬥招的威力會減半 那這邊我們就先電磁波吧 控訴一下 OK 晉升戰 發動蓮撲果 好 格鬥招效果減半 剩87滴 再來... 阿將防禦跟特防 再來我們只要麻痺到 有 有命中 速度接下來就比他快了 那... 看要是放隱形炎退場 欸 好像不用喔 氣勢屁帶就是在這隻身上 所以我們先破壞掉他的氣勢屁帶 丟個冰光 不要跑喔 不要跑 阿... 這樣子沒辦法破壞氣勢屁帶 好像有點虧耶 我應該丟隱形炎的 只要丟隱形炎比較安全 然後對手派馬基亞娜是這樣的嗎 這隻玩什麼阿 我這又遇過一場是強化類型的耶 怎麼辦 再麻痺 好啦 為了瑪夏多 再灑個隱形煙 速度比較快 這樣子也不用擔心 對手瑪夏多重新派出場 喔 開牆是行的喔 原來...原來這隻還可以玩開牆 這麼害惡 那... 電磁波吧 讓對手這隻也麻痺 好 所以他已經... 麻痺兩隻囉 呵呵呵 一場才三隻 然後他就已經被麻痺兩隻了 這個麻痺神技真的是超級好用 好 對手反射幣開一開之後 我們大地之力直接炸 先大地之力 咚 好 對他造成了微小的重創 博物炸裂 喔 呵呵 牆開一開之後退場喔 哇 好酷的玩法喔 然後還是要不死我們耶 還蠻厲害的喔 好 日耐 突突頭盔嗎 還是他這隻玩強化 因為他開牆 強化型的一樣 電磁波吧 嗯 應該是強化型的 哈哈 直接幾句話 不演了嗎 幾句話 那應該是大地吧 嗯 大地 所以配招應該是 地震 不然就大地之力 特攻型的 不打出弱寶 那他應該沒什麼傷害吧 如果他是玩弱點保險 那一樣我們就電磁波吧 電磁波讓他麻痺 速度還比他快耶 這隻 對手沒有練速度 好 岩石 岩石 岩石的話 那應該是物理型喔 物理型完全打不通 雖然每回合會 因為殺暴破壞掉多叢林片 不過我們只要當回合 自我再生把血補滿 那對手 一樣會打到我們多叢林片身上 會完全打不通 好 那一樣就自我再生吧 自我再生把血拉滿 先自我再生一次 所以多叢林片又可以重複發動了 果然是一個強大的特性 好 對手 岩石連炸 動 好 完全不會痛 辛苦你強化這麼久了 那對手剩馬夏多跟日奈 他可能強化吧 強化把他吹掉 不然就是一直自我再生 一直玩他 好 吹掉好了啦 他可能強化 龍之物 對手麻痺 呵呵呵 OK 再見啦 換上馬夏多 馬夏多才一個隱形煙 所以他的 70P帶也破壞掉 那他沒有速度應該影子偷襲 再吹一次好了 呃 影子偷襲 否則尋了 哦 辛苦了 差不多 Alright 水 很薩 好 再生一次,對手沒有速度 只能眼睜睜看著我們補血 應該很絕望喔 用流星閃衝,OK 所以是物理型確定 那強化的手段應該是融織5 或劍5 完全不會痛 看這個傷害量應該是玩那個 帶弱點保險的喔 所以他才會剛剛出手幾句話 好,那可以了 喔,對手開了那麼多牆 結果反射壁關牆要被我們耗玩了耶 等於說他的幻獸白白犧牲掉了耶 太好玩了吧 喔,對手投降 好啦,那感謝對手指教啦 這場對手有一隻討厭的吉利蛋 先派起點的蒂亞魯卡吧 上來電磁波隱形炎 然後 對手有土地雲 那選洛奇亞 這兩隻相信還蠻好的 最後的話 騙他的吉利蛋 我們選一隻 物理型的伊佩爾塔爾好了 嗯,就這三隻 好,那這邊對手 喔,先派 蓋歐卡 那我們派蒂亞魯卡 先發可能是圍巾的喔 所以他如果是圍巾的話 噴水直接烘會非常的痛 那我們就讓他麻痹吧 電磁波 蛤 結果對手換 噢,換那個吉利蛋 噢,所以他猜我們可能先手幾句話喔 因為現環境 蒂亞魯卡 極巾話還蠻強勢的 耐久非常的好 然後 本身招式的打點又多 如果缺火力的話 還可以帶一顆生命寶珠 極巾話真的非常的強 那這邊我們就 把步場步一步吧 隱形煙 丟哪一招 他的不會命中 我等的命中 他應該很傻眼喔 所以應該會再丟一次電磁波吧 電磁波 兩隻麻痹都不好耶 可是他的電磁波可能也會麻痹 放不出來 這樣子的話 直接換洛奇亞好了 命中率是90 然後 乘以75% 上把洛奇亞 哈哈哈哈 一下沒命中一下麻痹 好那我們這邊就替身吧 防止他的電磁波 好我們先替身一次 除非他唱歌啦 現在一堆 會唱歌的吉利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明明那個命中率超級低的 然後如果用唱歌的話 就可以穿透 穿透我們的替身 好那這邊 對手 已經賺了 把他吹掉吧 嗯 地球上頭 撐得住吧 打 固定打50 好 把他吹掉 那現在就可以玩 非常駭二戰術了 哈哈哈哈 一直吹飛把別人出來採飲行驗 不然就是電磁波讓對手麻痺 一直自我再生 然後替身 不斷的循環 讓對手的 PP值好玩 非常的害惡 好那這邊的話 一樣電磁波吧 嗯冰光 再電磁波一次 那這樣子他麻痹之後 如果是圍巾的話也廢掉了 這種洛奇亞真的是有夠害惡的啦 一樣就替身吧 反正 血量沒有過半我們就可以一直靠 自我再生 把血拉回來 麻痹 哈哈哈哈 哇好好玩喔 都不用幾句話就可以玩死對手了耶 對手應該很絕望喔 這樣子的話賺到一個替身 自我再生 再發動多重零片 血又補滿了 看你要怎麼辦 冰光 把我們的替身打掉了 Taste 努力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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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by索兰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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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不了了喔 換上... 這隻沒辦法麻痺 就不能玩他了 那一樣出來先採個隱形煙 自我再生把血拉滿 反正我們只要血量是滿的 對手完全灌不穿 所以接下來他可能龍之舞 龍之舞或者幾句話用飛沖 飛沖一次可以扛得住吧 我們替身然後接自我再生 把他的幾句話拖完 好 替身 OK 選擇幾句話 嗯 飛沖 加速之後來暴力推對 可是完全不會痛 生命保足的 OK 那我們一直替身 嗯...這個血量 加上吃剩的東西 沒辦法補一半耶 喔 可以喔 他的幾句閃電開電場之後 會有1.3倍的威力加成 一直替身可以把他的幾句話拖完 嗯... 我覺得自我再生好了 反正對手也灌不穿 再飛沖一次 嗯... 把我們的替身打掉 喔 集中要害喔 對手一直集中要害 運氣很好喔 速度再提升了一擊 然後我們自我再生 欸 所以他不開閃電 那他的幾句閃電應該蠻不痛的 自我再生吧 嗯... 一樣自我再生 接閃電 好 欸... 哈哈... 打到剩兩滴 喔對啦 召集電壓 他的特性可以無視多重零片 不過這個能扛住也太厲害了吧 喔...所以他接下來下來之後 雷擊把我們收掉 那對手幾句話也沒了 犧牲洛奇亞吧 犧牲就隨便放一招 怕他龍之物我們用摧飛 嗯...雷擊 這個85命中率 也不好中欸 對手還能命中 那幾句話我們選擇 蒂雅魯卡好了 嗯...再拍蒂雅魯卡 那對手... 喔對手有吉利蛋 對有吉利蛋 完蛋 他看到蒂雅魯卡應該會 換回吉利蛋 那我覺得 可以做輪轉欸 好我們騙他換吉利蛋 選歪尿 吉利蛋吧 OK 喔...有猜到 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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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被麻 喔對啦那個 自然回復 狀態就沒了 好那物理型的伊北爾塔爾 我們就直接幾句話 把他貫穿掉吧 上把飛沖 超痛 超痛 他以為我們是特攻 所以怕吉利蛋 上來扛 但很抱歉 我們是物理型的 喔對手電磁波 速度減半 那就一樣 一樣再飛沖一次吧 把速度補回來 不要麻痺喔 不要麻痺喔 不要麻痺 那兩次飛沖之後 我們速度補回來 順便把 對手吉利蛋收掉 再來對手派 傑克羅姆 嗯...這隻 伊北爾塔爾是練滿速的 如果同樣滿速就猜拳 那他如果是極速的話 速度會比我們快 就直接用個最痛的惡把 喔...他是極速 哇...剩16滴耶 好險好險 所以這點血量 如果我們把他收掉的話 也自保了 因為生命寶珠會 剛好煩死 好啦...沒差啊 不是沒差 其實有點虧 因為我們的 蒂雅盧卡 好像沒什麼攻擊力耶 那隻是玩耐久型的 如果他這隻 突擊背心的話 我打不動他耶 不過對手也打不動我們 兩邊就是看誰可以撐到最後 用大地之力吧 大地之力有機會 這樣對手特防 好...對手 熱衰 不要灼燒應該還好吧 這個傷 喔...灼燒了 好吧 降他特防 哇... 對對手造成了微小的重創 兩邊都是在比抓癢的是不是 嗯...好啦一樣繼續大地 也只能大地了 麻痺 我們有優勢喔 對手會有機率不能攻擊 麻痺還是比較好用 他左燒我們... 我們是特攻血液不影響 電磁波果然是 劍盾最強的神技 真的超級好用 對手又麻痺 好啦那結束啦 打了... 這場打超久了耶 剩兩分鐘了 好...再一次... 結束啦 啊...真的是... 打得有點久 好啦那就感謝對手指教啦 對手指教啦 對手指教啦 對手指教啦